今晚其實是要共處一室 有沒有什麼想法 零 這個寺廟是不應該發生任何不聖結的事 電腦啊電腦啊來吧來吧 哇有很多錦你 今晚就吃他們了 兩男共事一女 一瓶瓶 你有沒有跟司法院講過東西 當時只有幾歲而已 是不是幫他救色他的火 這棵是柱 還是一條柱 不…死了 我們一起下地獄 還在那邊說一些髒話 幸好錄到 昨晚睡得怎樣 你每晚都問我昨晚睡得怎樣 每天都要關心自己的團友 通常我以前拍拖的時候 通常男朋友都會這樣問 是嗎?問你做什麼 他們都關心他們的團友 我會說有你在這裡睡得好一點 除了這個答案之外 我不相信你每天都這樣說 不是對每個人都這樣說 你只要回答一次半次 你不能夠 因為他們平時都知道我睡得差 我也知道 這幾天我都感覺到 我感覺到的意思是 覺得你拍攝很累 因為你叫得早而已 那我就知道你睡得不好 如果你睡得很好 你叫得早就沒有關係 不是的 我們現在就在和歌山市 進入高野山 就去駐紙廟 之前我覺得我們太過烏尾了 要洗滴一下我們的心靈 只用聖水洗都不夠 對 要讓駐紙用木魚球一下我們 要跟他們學習如何制服有話 沒錯 一蹦蹦 你有沒有和消防員搞過東西 他們有救過我 很小的時候 是嗎 怎樣救過你 我想救完之後你有沒有報答他 當時只有幾歲而已 大概就有一個報答他 都有的 怎樣 是不是幫他救回他的火 哇 這裡很大火 怎麼搞 他們進來我家打算 拍門救人的時候 我就開門跟他們說 我家裡不給你穿衣服 不好意思 要脫衣服才可以進來 沒辦法了 為了救你 對 所以才脫衣服 然後就給他們救火 即是我都履行過的 成狼 有給他救到那些火 對 噢 噢 目擊你 目擊你一切 電我 電我電我電我 來啦來啦 沒問題的電我 幸好錄到 有觀眾可能都留意到 前兩集我們先在九州拍完 為何今集這麼快就在和歌山 因為如果要開車由九州回大阪 只看地圖都要8個多小時 而Kiluk除了租車之外 都可以預訂火車票和JR Pass 現在連新幹線車票都可以直接預訂 今次我們就只買點對點單程車票 兩個半小時左右 就可以由九州福江站回大阪 如果是自駕遊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開太長途的車 記住要休息足夠 或者像我們一樣 坐車就算了 高野山 是位於日本和歌山縣的山群裡面 這裡有117座寺廟 以金剛風置為中心 而我們今晚住的福祉園 就是其中之一個寺廟 其實無緣無故做什麼住寺廟呢 這東西其實也叫宿坊 本身就是寺廟或神社提供住宿 給僧侶、信徒或參拜者住的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 現在就算連我們這些觀光客 都可以住來體驗一下 你好 我們已經確認了這個寺廟的住宿了 這裡就叫做福祉園 因為它很晚才可以確認 三點 三點 早幾分鐘都不行 一定要購物三點 但確認完之後 其實它也有很多事跟你說 這裡怎樣玩 走勢、地圖 都攪了半個小時 6點半就吃飯了 介紹了我們的房間 之後就帶大家到處走勢 但其實房間 都一眼看完了 兩男共事一類 我睡外面就行了 那關閉到房門就你們兩個睡入面 但這些也可以刺一些洞洞 我又不會不穿衣服的 怎麼了 可以刺一些洞洞 這裡其實外面應該是六、七度 暖氣是壞了 不能使用 我們今天來修行 修行的人是不可以用暖氣的 沒錯 這裡就是我們 房間唯一一個廁所 獨立的廁所 沒錯 我們沒有獨立的洗澡房 要洗澡的話 我們就要去外面溫泉洗澡 有個小暖爐 皮鋪 還有這個 小褲子 還有一件浴衣 因為我們確認的時候 其實它會給我們新的浴衣 但這個就要在櫃裡自己拿 應該有一個石油引櫃 這個位置很漂亮 很想推你下去 快點 哇 有很多錦鯉 今晚就是吃他們了 對 我們在這裡吊 吃素 今晚這裡是寺廟 尊重點 出去走個圈 我們剛才看到有七十多間房 七十多間房間就在這裡 我發現你的臉好像有一條眼尖毛 好像閃電毛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 什麼好像閃電毛一樣 圓 我看到金色的 哇 很大個堂 中堂 我們帶大家走走之前 就先說少少遊戲規則 因為這裡始終都是 法門清靜地 尊重的 和你拍過幾個照片 都會發現你沒有那麼多 色色和髒話 沒有啊 我怎麼不說出口和鹹東西 不能夠說這些 沒問題 難我不到 我本身也不說 咦 上面這個盒是什麼 這裡也有一個 那是什麼 燈 這麼大盞 很大盞燈啊 好不容易開燈嗎 我試試 沒有啊 我想看看它會不會是一個小燈 我想試試你有沒有 晚上九點以後不要用這裡 類似我們平時去 Hostle的 Hostle的 整天很清靜 心境很平和 有一個空間 我想說這裡很冷啊 對 這個也很好 其實下面那些全部都好 因為近有一個瓷邊 至少我們不用搬行李箱上去 看看 聽到後面嗎 它吵也不夠我剛才的行李箱 你的輪胎是有引擎聲的 這輪胎是柱 還是一條柱 糟了 我們一起落地獄了 我拍給大家看 這條重到現在 幾百年歷史重 是一條柱的柱 是怎樣的 原來那個販賣柱沒有開 開了兩個節奏 第一個節奏就是早上7點至9點 即是趁你能確認之前 接著還要確認後 你結束後就5點半至8點 那個很棒 你說那個職員嗎 不是 捉到你了 你還在說一些髒話 起色心 正是今天起色心 你今天還是昨天看到車 然後你說正 你對這輛車起色心 車漂亮是死物 但不會有色心 我知道會想開它 但你看到它很漂亮 即是人就不可以 很漂亮 你對這輛車 是她一輛車 就是在這輛車 六島 這輛車就是後面的花園 即是不要進入人家的後花園 知識容 其實這裏有三個溫泉的地方 一男一女 然後有一個就是 淡酸溫泉 就是男女 不過不是共獄 都是封關開的 是的 今晚其實是要共處一室 有沒有什麼想法 零 這個寺廟是不應該發生任何不成結的事 如果他一下子給住室 即是住室突然進來告訴你 點醒了他 他說其實應該要這樣 慢著 住室是怎樣打醒了蝦條 男女之間有沒有純友誼 是會有純友誼的 大家醜一點的話 友誼就越純了 定義一下純友誼 不要你做不做到 有幻想就不是純友誼 總會有 不過你不跟別人說 你只要有0.01% 我覺得有這個幻想的話 有這個下想的話 都不可以叫有純友誼 就是由頭到尾都是0%的 就才是純友誼 有一個好朋友 認識了十幾年 就跟他去旅行 同一間房間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可能那個女生真的由頭到尾 沒有當過這個男生是一個對象 但是那個男生是否真的由頭到尾都是0 是沒有好感呢 我是有點難相信的 Panda 這麼久以來有沒有一個女性的… 你這個時刻很難回答 你不要滑她 不要看這支18400 好像長鏡頭很重 但其實它在長鏡頭來說 已經算是輕的 就知道了 還有性價比很高 幾千元就有交易 去到這些這麼宏偉 這麼廣的地方 如果你只是拍廣角的話 我覺得好像有點單調 例如像鳥居一樣 你就可以用長鏡頭去壓縮 令到它的鳥居更加密集 更加聚在一起 那個效果是不錯的 可以拍到一些細節的東西 更多的角度去拍攝到那個地方 長鏡不一定只是打著才用 這些時候都可以很幫到手 是 好了 非常肚餓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精進料理的環節 就是寺廟裡面的晚餐 還有我們剛才一度擔心過是沒有飯的 是的 白飯在說 沒錯 嘩 豆腐很冷 雪櫃那種冷 你快試一下這塊 很冷啊 嘩 好餓 雪櫃那種 是啊 精進料理簡單 素菜為主的食物 網上搜尋一下 是有機會不夠飽的 我看你完全是很快的 我看你夾東西夾到 是啊 很餓 其實比我想像中已經 開胃的都還中 你看到都還很想吃 雖然你知道沒有肉在裡面 這裡其實這個寺廟的住宿 都不便宜 我現在三個人是四千多元 但是都是一泊二食 好吃 好吃啊 儘量不可以浪費 怎麼了 你吃一粒番茄白 彈到自己 大爆發 這碗東西真的大爆發 大家都像餓狼一樣 幻想當中 我們傳統經常看電視 所謂的真人的食物 應該是很樸素 是啊 但是日本這種 其實絕對不樸素 不同的 始終這裡都是一門生意 始終變成了酒店式經營 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 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來可以住寺廟 甚至乎有一些是很漂亮 進去你不覺得是住寺廟 好的地方是有溫泉枕 有些寺廟住宿是沒有溫泉枕的 所以也可能因為這樣它很敷 而我當時預約 我想我也是說一個月前預約 到很多大部分的寺廟住宿 都敷得很厲害 我們眼見很多外國人 也有些日本人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至少要一兩個月前預約定 這些寺廟住宿 如果以為你這樣 清心寡慾在寺廟住 你行不行 一段時間完全不工作 不上網 我覺得可以 看書抄佛經 睡覺 浸溫泉 這樣就一天了 其實我可以的 但實際情況不行 因為我的電話 手停口停 客人找完你 你不回覆幾天就沒有了 有時候放下了一晚都已經很擔心 其實你不可以 真是所謂的清心寡慾 你之前去旅行 你也是有工作聯絡的 是啊 你享受不享受工作的感覺 那其實也享受的 那其實Kind of 就已經是工作狂 我也是Kind of 工作狂 但是我又同時間 其實我很不想工作 我拍攝的同時 其實我也想不拍 我很辛苦 很累 我不想再想 我會是這樣 打工的時候 真的不會不想工作 你只想早點下班 你不會想上班 之後自己出來 我是很享受的 甚至有人說 那些時間真的夾不到 要晚上11點後開會 我可以了 以前我拍攝 我會覺得拍攝是大了 如果只要其中一個單位 我覺得它只在現場玩手機 我就覺得 我會做事了 慢慢意識到就是 工作也只是工作而已 我試過要拍攝 你出發前一天 你甩我 我都會覺得OK 但其實很嚴重的 是的 你一定有一些原因 令到你去不到我這個拍攝 那天意就OK 那再怎麼樣 你不可以期望 別人對那件事 跟你對那件事是一樣的 不知道去到什麼位 我明白到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做的方式 就算拍攝的行業也好 其實不是所有人都想拍攝 這段影片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想拍的 他當作是一個工作 但可能在你的角度 你的崗位 你的導演 你會很想拍好他 我不會罵的 不行就下次就不拍了 你不會覺得我就是那種 斜勾來的 我覺得我沒有的 我也覺得你沒有 Panda 額頭 他額頭是什麼意思 我做事沒有 哈哈 這一行很多潛規則 我覺得是要做的 不做的話 我都不會逼的 那 以後不是你做事了 對於鏡頭前面的觀眾 尤其是不認識我的 就會覺得你這麼虛偽 說自己不想紅 你又要進這行 我試過我朋友去學八字 面相 有一次他請了我做面相堂嘉賓 就找他老師 Leanne怎樣怎樣就會紅 我朋友跟老師說 這個人不想紅 他想不想賺錢 他說想 他說你不紅 對呀 不紅 然後我自己的矛盾位是 知道我不是那種 大眾會很喜歡那種美女的樣子 我做到幕後 而且事情是 開始收入不錯的話 我幕前就可以碰少一點 你想在幕後紅 在幕後當然想 幕後最想 所以一句到尾 你是不想做幕前的 其實不想 我覺得承受得太大壓力了 早前做AMC 就突然會有一個人 DM 我也不知道他說我還是讚我 他說我波大無路 自問覺得那次的表現 還好 而且客戶都讚賞 我不紅 都有一些這樣的人 我再紅一點 再多一點 然後我就覺得 好好的 幹嘛給你說 還有因為年紀都不小 因為我經常覺得自己 臨老入花叢 對呀 除了偶爾出來性感一下之外 搞笑 我都沒有特殊技能 這樣就算吧 相處了幾天 拍了幾天 你有一個很強的特色 就是不停地說 好笑話 這個是你 好事 得到認同 得到台前幕後 一致認同 兩個人 什麼時候說 什麼時候不說 其實都是有一個技巧在裡面 你覺得這次的旅程 你是正常發揮 還是你開多了 正常發揮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好想把這些醬汁也放進去 好想把醬汁也放進去 好想把醬汁也放進去 你不是做效果給我 好 你不是認識了嗎 認識了嗎 還未認識的 我是有點 喜歡我 還未至於 差一點點 看看你怎樣 看看你是否消防員 還有看你喜不喜歡我 你不喜歡我 我喜歡你 你很沒人 這個是沒事 不錯 謝謝 是不是 我公佈 去哪裡? 這麼晚? 又開街嗎? 不知道要等你們嗎? 有多晚? 外面的天啊 還是日常來的 全都陰了 那這裡是大阪 我當然要你這裡購物 我剛才去了找眼鏡 你比較聰明 香港有一間叫New Black Artico 它有很多日本的手造眼鏡 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那些款式比日本更多 最重要的是什麼? 價錢差不多 那裡買完之後 你有完售後服務 你的眼鏡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隨時去做 你在日本買完眼鏡 你打算怎樣? 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在日本買眼鏡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佛抄的環節 1500日圓要給每一位 我以為就這樣抄 但原來不是 他都會送了一個佛珠給我們 對 有一個紀念品 有一個念珠 餘念珠 星月蒲蹄珠 剛才一進去的時候 我以為自己遲到了 開門進去就發覺很溫柔 跟兩個外國人解釋怎樣去抄襟 後來就開始有一群日本人都進來了 大師就對著一群日本人 說了很多日文 說了很多日文 最後我聽得懂的一句 就是師傅叫我 你FreeStar就行了 你們三個 因為我不斷偷看旁邊 這部分就會寫了左手邊的人名 願望 日期才開始寫抄襟 但是我一直看 我是不是要跟著寫的願望 我們很無助迷惘的時候 師傅就走來講一句 你們自己喜歡怎樣抄就怎樣抄 然後走了 最諷刺是什麼呢 然後環境很安靜 我聽到師傅開始在數錢 剛剛收了我們的錢 那件事很商業 我還跟他用了同款錢包 他用了這個 很長型的 剛剛好可以載好錢 不會接抄 這就是他今天的零用錢 然後他最後就說 你們繼續抄襲 我稍後回來 我們現在上來都交了 都沒見過他 所以你抄襲的過程 你是在想什麼 你一直看那些字 一直在讀 我完全沒有讀 我當它填顏色 但是你寫得很漂亮 不好意思 我的字是OK的 是啊 但是你最後的願望 身體健康寫了 寫錯了 寫了我生日的生 身體健康 我寫錯了 其實他還有幾個項目可以體驗 我們只是體驗了抄佛經 他還有一個可以抄寫佛像的圖案 但這個可能是問他拿張紙 然後就在自己的房間處理就可以了 然後他有一個就是掃那些珠珠 你說去他那裡某個檔檔 就不知二千到八千元不等 你就可以買他的電珠 回家裡掃就可以了 即是回這房間 我們現在都有 我們今晚可以掃 好了 睡覺 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